所以其实洋葱来到车程 他就忽然觉得过得好舒服 透过绘本爱吹风的洋葱 了解家乡的特产故事 为了推广石农教剧 永丰生计与信义基金会 联手打造全台首部和好吃故事车 希望开进各县市偏乡小学 运用当地食材 变化成新级料理供学生享用 并透过阅读以在地食材为主题的 好好吃故事书 让参与的孩子都能看得到 学得到也吃得到 我们天天面对消费者 然后我们发现说很多人 其实尤其住在都市的人 他们很想了解 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到底什么是在地的食物 哪里的风土适合什么食物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写了这个洋葱 因为这里的风土的条件 尤其这个洛山峰这样的条件 其实真的很适合种洋葱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不是 一般人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想把它写成一个 很可爱的故事 让一般人就知道 为什么好吃的食物 是这样子来的 洋葱在铁板上热炒 这是要拿来做汤的 拌鱼的沙拉也得摆上冰镇的洋葱 把车臣洋葱当主角 活动特别邀请米其林一星主厨 让孩子们感受在地食材洋葱 所做出来的精致美味料理 来推广食农教育理念 特别在车身国小推动食农教育 那刚好结合这个永丰鱼生技公司 包括信仪基金会 他们用好好吃故事车 这样的一个概念 行动的概念到各个学校 来推动食农教育 我们发现说其实很多地方 其实没有这个条件让我们去 不像说有一个大的厨房 可以在学校做菜 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餐车 其实对我们就是更方便 我们去各个乡镇去做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觉得说如果用在地的食材 可以做出很好吃的食物给小朋友吃 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快乐的体验 大口品尝美味的洋葱料理 透过活动不仅了解原来家乡的洋葱 可以成为米其林料理 还富含营养以及令人感动的故事 对于家乡特产孩子们也更喜欢了 它甜甜的味道很浓很好吃 就这个面包配这个汤很好吃 然后这个汤有一点甜甜的 然后搭配这个面包就会很好吃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感觉 很好吃 就甜甜的然后甜甜的 那除了让同学们受到在一个传统的这个教育以外 随着应该更多融入当地的场域环境 目前又是洋葱采葱旗那又是洋葱风吹起的时候 那别有一番的风味 那也是在很多人共同记忆里面 我相信在教育也好 这个洋葱史的发展也好 或是这个地方的情感的情节连结也好 正式之后 整合产观学 让学童了解从产地到餐桌的过程 阅读以洋葱为主题的故事书 透过好好吃故事车带来的丰富物感体验 开吐孩子的事业 也能让食农教育理念持续成长茁壮 毕童说不停张志豪采访报道